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人生最好的状态,就在这几句话中,累的时候不放一看。 有人问,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?网友们回答各异,有人说是眼里写满故事,脸上却不见风霜,有人说是顺其自然,争其必然。 人活一世,不过百年,究竟怎么过,才更值得,才更有意义呢? 实际上,一个人越是处于人生最好的状态时,越是能够做到独处,做到知足,做到自得,自足,自洽,学会独处。 其实,每个人的成功背后,都有一段让自己感到非常疲惫,甚至是非常绝望的过程。 在这段岁月当中,自己往往也会感受到生活里的繁琐,工作上的烦闷,以及感情里的烦恼。 但是,在这段无人问津,甚至是特别黑暗无望的岁月里,一个人只有靠自己熬过来,慢慢坚定地扛下去,如此静静地独处。 淡淡地成长,在这一种松弛的状态下,会发现自己的心灵得到了自由呼吸,人格也能够得到生化。 由此就会发现,状态调整过来之后,自己无论是在生活当中,还是在工作事业上,都能够保持一种更加平静的,平衡的状态。 然后,在一边享受独处的时光时,一边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回归平静,灵魂风营。 最终,一边远离人群,一边也能够在独处当中,找到生活当中的最佳状态。 事实上,能够静下来独处的人,是很容易就收获到心灵上的成长和满足的。 而且,一旦习惯了,能够随时随地独处下来的时候,生活就会充满无限希望。 对于未来,自己的内心也充满憧憬。 如此,贫瘠的内心,也能够变得肥沃,也能够长出一片绿油油的草地。 五彩缤纷的花朵,自洽一生,生活是自己的。 我们不需要活在别人的世界当中,很多人宁愿多管闲事,也不愿意主动去提升自己。 然后,自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压力,但自己无法解决的时候,就会陷入一种愁闷,甚至是自暴自弃的颓废当中。 说实在的,一个聪明人,一定是懂得学会善待自己,而不是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一些毫无价值的人和事情上。 懂得做出取舍,能够及时做出思维上的变通,认知上的升级,打破执念,然后找到全新的生活方式。 更适合自己的方式,真正去过上一种自洽的人生。 当你活得越来越自洽的时候,就会发现,生活当中,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,好的坏的,是的非的,成的败的,都无关重要。 重要的是,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原因,把日子过得拧巴,而是能够靠自己在平淡的日子里,也能够活出生活的洒脱和从容。 如此,真正自洽,也更加自在地走好余生,本自具足,特别喜欢富兰克林说过的一句话。 对于不懂得知足的人来说,没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,的确如此,其实每个人都具备一种本自具足的能力和智慧。 但不是谁都会主动去运用,更多人总以为自己得到的欲望满足越来越多,人生才会过得越来越有价值,而越来越有意义。 但是,年纪越大,往往就越会发现这么个道理,一个人想得到的越多,往往就越得不到。 如果心不懂得知足,那么即便靠自己付出了巨大代价,拥有了更多的成果,但也绝对不会感到幸福。 其实生活就是柴米油盐,一味地追求山珍海味,只会让你忽略掉白米饭和咸菜的味道。 生活就是这样,越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,才能够感到满足的东西。 其实越不值得,因为虽然自己也有条件那样去做,也有资格这样去享受,但是背后所付出的代价,真的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。 这样的话,一味地想要在欲望上各种满足,生活就会更加喜欢压迫你,压榨你。 正所谓人心不足舍吞向,真正活得通透而强大的人,从来不会将眼光放在无休无止的欲望上,而是懂得专注于当下的日子,用心过好当前的生活。 懂得知足常乐,人生自然会变得完美无缺,只要自己学会放下,能够大方地看透,甚至能够清醒地给欲望做减法。 就是在让你的人生给幸福做家法,于是不抱怨。 曾国藩有个的弟弟叫曾国华,在曾氏兄弟中,他天分最高,文章写得最好,但是在科举考试中,却连年失利,于是心生不平,经常抱怨自己暑气,说自己命不好。 不是抱怨考官没有眼光,就是抱怨自己的妻子不会照顾自己。 曾国藩得知后,非常生气,写信痛批曾国华。 你自己不看书,不写文章,整天发牢骚,其他人考不上情有可原,你完全是自暴自弃,不能归咎于命运不公,寻子离写道,自知者不愿人。 知命者不愿天,愿人者穷,愿天者无智,失知己,反知人,岂不于乎在。 欲是爱抱怨,总以为命运不公,欲人不输,怀财不欲,其实是自己意志薄弱,不能面对现实,也缺少对周围世界的温情与善意。 越爱抱怨,生活就越糟糕,无缘无故抱怨上天,上天一定不会允许。 无缘无故地埋怨别人,别人也不会服气,幸运的人从不抱怨,抱怨的人总是不信,抱怨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,与其抱怨不如改变,挂在嘴角的微笑。 人民日报说,爱笑的人心里住着太阳,在照亮自己的同时,也温暖着他人,爱笑的人运气一定不会很差。 在生活中,也很喜欢总是真诚把微笑挂在脸上的人,推击击人,自己要是常常保持微笑,对自己微笑,生活自然多了一份暖意。 有位野精老板去拜访一位蝉师,问自己的生意总是做不大,尽管兢兢业业,没有可口员工,蝉师眉头紧锁,木然回答,为什么呢? 老板问为什么蝉师会这么凝巴地回答,摸不着头脑,蝉师说,我是学你,心里压着冰川,脸上敷着冰, 巨人鱼千里之外,心里壮着炉火,所有的垒块扔进来,也会变成真金。 这位野精老板知道是自己态度问题,于是开始脸上挂着微笑,对待员工和客户,生意越做越好,在压力大的工作和生活中,也不要忘了给自己和他人传递微笑,微笑也是可以练习的,每天早晚照镜子的时候,多对自己笑笑,微笑可以吸引好运,积极乐观,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的状态, 心里有梦,三毛说过,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,有一个理由去坚强,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,到哪里都是在流浪。 有梦想的人,不会觉得生活无聊,人生漫长,就算一个人。 不会感到孤单,不感到漂泊无一,因为心中的梦想,就是力量的源泉,就是生活的意义。 小你创办人雷军,在读大学的时候,就找到了自己的梦想,开创一家伟大的公司,刚开始,大三就和学长创办三则公司。 由于没有经验,公司很快陷入困境,最困难的时候,甚至为了饮饭前,跟食堂师傅打麻将。 他知道梦想不是一蹴而就的,他把梦想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,后面他进入金山公司。 十六年间,从普通无名的程序员,努力到成为金山CEO,在不断的成长中。 后来他创办小米,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前五百强,现在人人知道小米,小米科技,已经是一家著名的公司,雷军的梦想实现了。 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,忙事不慌,实际中说道,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,这是一种修养,更是一种气度,生活总是杂万无章,遇到的人,发生的事,都是无法预料的。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冷静从容,没事不惹事,遇事不怕事,大学有言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绿,律而后能得,当一个人在忙碗中还能保留一份冷静,会发现没有过不去的坎。 急早必然乱心,从容才能生智,康熙在他的《庭讯格言》中,有这样一段记载,三藩之乱世,清军主力和吴三桂的部队决战,半个月了还没有前方的消息,北京城里人心惶惶,在这种情况下,一向勤政的康熙居然一反常态,把公务扔在一边,带着身边的人跑到景山上去玩了。 有人提议,如今形势危急,军国大事那么多,皇帝怎么能这么荒书正事呢?后来康熙借这件事情,告诫自己的儿子们,做大事要有静气,当时的局势确实很危险。 北京城里,忠诚的人都没了主心骨,心怀叵测的人跃跃于世,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康熙,结果康熙根本就不着急,也不害怕,还有心情愉乐,于是忠诚拥过的人就心里有底了,想作乱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 同时,这种镇定自若对于稳定军心,孤无尸气都会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,身为统帅,御是如若表现出一丝的慌乱,都会带来军心的动摇。 在人生遭遇骤变打击之时,能做到方寸不乱,需要的是大智慧,一个御是不慌乱的人,必定有一个稳定的心态,才能在大起大落时保持清醒,闲事不费。 对,孔子说,保时终日,无所用心,难以再。 齐义师说,人吃饱了没事干,闲下来就荒废自己的时间,就难有成就。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,有个地主去拜访一位禅师,我感到头昏脑胀,浑身无力,吃补药也没见效,我是不是得了怪病? 禅师问他,你每天都干什么? 地主说,家里的是老婆做,外面的是儿子做,我一直闲着。 禅师说,这个病很好治,你每天上山砍一捆柴,然后背回家,连续砍三十天,病就好了。 过了一个月,地主又来拜访禅师,你让我天天去砍柴,我现在感到浑身有始不完的劲。 禅师说,其实你给的是懒病,都是太闲给闹的。 劝民中说,闲也过一日,老也过一日,不仅闲人经历长,但见老人筋骨时。 人生很长,你现在偷的闲,就是你未来生活的苦,很多时候,不是你在打发时间,而是时间在打发你。 曾国藩在汉林院任之时,曾有过一段悠闲的时光,他常感叹,无事可做,一度只顾玩乐,散漫一段时间后,他发现自己,再这样下去,会废掉。 于是,曾国藩痛定思痛,利用闲暇的时间去做了三件事。 第一件是巡师访友,广街善缘,曾国藩与唐建,卧人交流理学,让自己的学问精进不少,不仅如此,他还结识到李邦有识之事,成为他日后人生的一大助力。 第二件,曾国藩给自己定下读书计划,他每日必须完成日课十二条,并且时时提醒自己发奋用功。 最后一件事,丁宁关切佳人,写佳书,爱因斯坦有句话说,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,业余时间生产着人才,也生产着懒汉,酒鬼,排谜,赌徒,人活着。 有闲是福,当生活的节奏慢下来,有的人在放松,而有的人在放纵,到头来,越闲越废,越闲越累,从前积攒的力量都被消磨殆尽。 老话说,闲中不放过,忙处有受用。 真正厉害的人,都把闲时当成增至期,在这段美好的日子里,放慢脚步,悄悄拔尖,为明天的起跑做足准备,仔细想想。 生活中困住我们的,往往不是外在的痛苦,而是我们活在纠结和矛盾中,欲试不拧巴,豁出自己的节奏,才是人生最好的洒脱,往后余生。 愿我们都可以在平淡生活里。 把柴米油盐酱醋茶,过成琴棋书画诗酒花,如此,才不负人生,不负记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